各位观众朋友早安 欢迎收看大爱早安新闻 我是林一婷 今天日期9月20号 农历8月18星期五 首先来关心天气 台湾周遭两个热带系统 台风还有已经减弱 成为热带性低气压的苏力 都已经远离了 所以今天环境风场转为偏南 又这个南方云系北夷的影响 所以接下来这几天 其实天气都不太稳定 我们以今天来说 这三个数字就是日累积雨量的前三名 像是屏东的满洲还有牡丹 从零点到现在 就已经下了超过100毫米的雨 还有台东达人也有67毫米 机枪署发布了这个豪雨特报 我看到是屏东高雄还有台东 都要来注意局部豪雨或是大雨 至于其他地方大致是多云道晴 可是我们从这个定量降水预报图 也是能看到刚刚提到的南部之外 还有山区 其实雨量也是偏多有偏红的这个状况 所以意思就是提醒说 午后还是会下雷震雨要多加注意 那气温方面台东又再次被点名了 高温也是亮出了黄色灯号会比较热一些 其他各地的白天高温则是落在32到35度之间 还要提醒的是海上活动 虽然台风远离了可是南部沿海空旷地区 仍然会有较强的阵风还有长浪 又适逢年度天文大潮 低洼地区要注意海水倒灌或是局部的积淹水 其他话题健康一点 同样来看到皮肤疾病的治疗新选择 光动力疗法意思就是在皮肤上面涂抹这个感光剂 透过光线的照射吸收来破坏癌细胞 适合年纪大贡病或是不适合手术的患者 另外如果是以较低浓度的管光剂 也是能有效来治疗青春痘还有九糟剂 第一次回去的时候做好回去的时候 真的整个不一样 他就比较缩 这整个皮肤的红尾就比较干燥 本来是烂烂的 这位蔡女士手指出现斑块持续长达一年 原本误以为是湿疹 涂抹药膏都发现没有改善 才发现是癌前病变征兆 还有这位陈先生 同样在头皮上出现相似症状 双双都透过光动力疗法获得改善 他可以大面积的治疗 所以他可以处理那种手术没有办法 的状况 例如说病人的病灶非常的分散 非常的广泛 或者是他病灶分布在一些 比较难手术的位置 或者是病人年纪比较大 或者是有比较多共病慢性病 光动力疗法用来治疗日光角化症 优势在于只要涂抹感光剂 吸收后再经由光线照射 就能消除癌细胞 经过一到三次疗程就能看见成效 不过这项治疗目前还是自费项目 除了年长者外 在久遭青春痘治疗上也看见效果 一开始的适应症其实针对皮肤癌 或早期的皮肤癌 它让它被吸收之后 用非侵入性的手术 非侵入手术的方式 可以让皮肤癌被清除掉 那后来慢慢发现 有些疾病也是可以有 对应用的效果在临床上 事实上比方说像青春痘 皮脂间分泌旺盛的患者 提供皮肤癌患者新选择 不过医师也提醒皮肤癌痫病变 多半和阳光曝晒有关 日常防晒功夫还是要顾好 大爱新闻陈品杰李明华台北报导 此季在台湾陪伴失智症患者 是彰化一名68岁志工李苏联的日常 他会固定到记忆保养班 把学员当成自己的爸爸妈妈来陪伴 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位农夫 平常最喜欢的就是到菜园里种菜 这片菜园是李苏联的开心农场 每天早晚都来报到 我以前都没流汗 现在在做的流汗就是排毒 现在变更空 对 今天你还晒太阳 喜欢在菜园耕种 享受田园时光 所有烦恼消除 更欢喜把蔬菜分享出去 用的时候都是爱时间 我就都想到说 这个吃的人吃得脆脆脆脆 我心就很欢喜 带着自己的爱心蔬菜 来到和美记忆保养班分享 他的菜很嫩 很好吃 我回去都是用汆烫的 李苏联来到记忆班服务 照顾失智的高龄长辈 协助凉血压 陪他们谈天说地 乐在其中 把失智长辈当爸爸妈妈照顾 68岁的李苏联 是孝顺的好女儿 父母这一两年 都因意外往生 走过无偿更珍惜每个当下 感受付出无所求的快乐 大爱新闻 黄自灵国际宗 张华报道 9月初的时候 摩羯台风横扫菲律宾 造成旅送到黎沙省 几个地区受灾相当严重 经过了勘载 11志工立即来启动发放 送来大米还有物资 以及建材的兑换券 希望能够陪伴1100多个家庭 早日走出困境 酱油 食用油 20公斤的大米等物资 是摩羯台风后 最给力的生活能量 艾雷卡和家人 多年来的打拼 几分钟时间全部归零 还好有这份及时的援助 菲律宾慈济志工 来到重灾区 安地波罗市 其中两个礼举办发放 建筑物全毁的家庭 还能领到建材兑换券 受灾的苦 罗莎琳达最有感 这次期期期期 almost every day may dumadating na tulong sa amin and isa po to sa pinakang largest na tulong na dumating sa amin 格伦达的家水深及西 家园重建的脚步 他不孤单 总共有1100多个家庭 得到帮助 让他们安身 也安心 大爱新闻 哈罗德 马特 乔伊罗哈斯 菲律宾报导 新加坡慈济 举办慈善访式训练课程 200多人聚集在 敬司堂互相交流 针对志工访式的时候 所面对到的问题 来进行探讨 除了理论 也结合了游戏互动 有实用技巧 也有自我省思 对于依人或挨人 你了解多少 又知道如何与他们互动吗 有内向跟外向的不同性格的热灵感恩部 所以需要以不同的方式来了解 要直接开始建立那个关系 后才慢慢了解我们要怎样帮助他们 新加坡慈济举办慈善访式培训课 仅220位访试员 主则和干事到金司堂一起互相交流 我们尽量把上课的时间是压缩到最少 可是中间是一个很大的互动环节 让他们从互动中去沉淀下来 课题从慈激的慈善精神理念到如何与长者和看护者互动 理论结合游戏攻占 有实用的技巧 也有自我省思 最近这个慈善一直做下来 就变成感觉有一点变成很机械化 然后今天这个师兄做得很好 那要我们自我反省 我们自己当初的初衷是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做慈善 因为我们的上人说要走入人情 那么这个人情就是在走入他的家庭里面 我也能够了解到说如何成为他们的一个陪伴者 怎么样陪伴他们走过他们最辛苦的这一个路程 然后怎么样的去跟他们心灵上的沟通 一个下午的课程互相交流和探讨 也是充电的机会 让职工更有力量继续深耕慈善 大爱新闻吴南凯 林金坤 新加坡报导 帮助势利亚难民解决就医不变问题 此季约旦焚会定期来举办了议诊 最近这次是办在南萨 人医团队协助将近百位的病患解决了牙痛困扰 也安排一对患有智能障碍的兄弟 到首都的大医院就诊 让照顾他们的老母亲放下了心中的大石筒 职工将牙科的行动诊疗设备一一架设好 并将必要的医材放置妥当 这是约旦在疫情后阔别多时的牙科议诊 不少叙利亚难民一早就来排队后诊 32岁的达兰尼门牙缺了一脚 加上旧齿痛了两个多月 一直到此季要来办疫诊 当然不想错过 除了在温卡宋小学协助95位病人完成诊疗 除了在温卡宋小学协助95位病人完成诊疗 另外还有两位患有智能障碍的兄弟 司机职工则安排他们转到安慢的经历医院治疗 因为他们必须全身的医院 第一件事 我们在温卡宋小学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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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对了 年迈的老母亲放下信众大事 大爱新闻 陈秋华 刘金美 林绿青 约旦报道 早上6点47分早安 此季情延续人医话题 国际此季人医会 每年相约在中秋相聚 海内外的医护还有志工 都会回到花莲 这星期就刚结束了 三天的年会活动 有资深年轻医师传承经验 所以今天邀请的嘉宾 就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医师 他今年才35岁 我们来欢迎新加坡人医会的 医师陈俊耀 医师早安 早安 主播一婷师姐早 观众们大家早 是 虽然年轻 可是已经是第二次 来到花莲参加仁医年会了 医师要不要先来 和观众朋友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是目前是一位家庭医生 在新加坡的慈祭门诊工作 之前是因为就读 马来西亚的医学院 然后认识了慈祭 也加入了慈青的活动 满满的感动 可以看到画面中很多伙伴 对 毕业后 因为到新加坡工作 然后刚开始很忙 那等到事业比较稳定之后 那有多余空余的时间 然后再投入回慈祭 任医会 对 是 所以刚刚有提到 今年是您第二次来参加年会 那今年的讲师其实都是重量级 有各地的志工医师回来经验分享 又一些科技方面的专家 您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今年 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部分 印象深刻啊 今年我觉得做得很棒的一部分 就是那个风月同天的影片 因为那个影片短短几分钟以内 就介绍了每个国家当地的状况 看了真的是满满的感动 而且就是有好几个国家都有上台 分享他们当地的一些 任医会所做的一些事情 那听了之后就觉得 自己可能需要多加努力 就是身边很多伙伴啊 就很多任医都觉得是 学习的好榜样 那希望尤其是约旦啊 印尼尼波 印度尼波尔 还有就是土耳其 这些国家 大家觉得看了都很感动 因为内心觉得 怎么讲的 就是每天看着 就是看到有时候自己心会麻木 那当看到这些国家的人 就是那么努力 为当地的居民做出这些贡献 那觉得自己本身也是 觉得很可以和好学习 然后想把这份大爱 就回到新加坡这里 跟大家伙伴们一起分享 要传出去 是 光听你的分享就可以感受到您内心是非常感动 非常激动的 那其实年会也只是其中一个活动 平常医师也非常积极来参加议诊 今年呢就前往了斯里兰卡 听说最后一天的看诊人数是直达了上千人 这个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 对吧 嗯 对 我跟西里兰卡真的很有缘分 对 因为这次是第二次出海外疫症 那这第二次出去也是去西里兰卡 这次因为没有预料到会有那么多的人数 所以我有负责 其实有负责那个药物的 那个购 请购这些药物 那没有想到那么多人数过来 那就很遗憾就是没有办法给当地的居民 全部居民都可以领药 所以觉得就是当地的困境 就是比起上一次 因为上一次去的时候 其实当地的居民都可以免费看诊 然后就拿到政府给的津贴的一些药物 都是免费的 那这一次回来就看到有很大的差别 是因为就是政府经济的问题之后 就是人民没有办法拿到 已经没有办法拿到那个就是免费的药物 那他们当然有的看医生 然后只是因为没有钱买药 所以看到很多类似三高 就是血糖 血压 就很多都控制的不是很好 那也没有办法真的长期服药 这看来就真的是很心疼 因为我们的药物也只能 就是每位病人只能给两三个月这样子 没有办法真的是帮助得到 那也是有很多其他个案 譬如有一位大警报的太太 就因为担心要去 因为已经按到时到了 吞练有问题 没办法真的是正常的吞食 那至少就是他愿意过来 然后我们给他第二次的意见 有尝试去说服他去动手 就是动手术 是可以看到医者人心 感受到陈医师对于患者的担忧 其实这个也是此季一直想要传达的人文医疗精神 对不对 您怎么看这件事 就觉得大家都是 就是为了服务 就是加入这个人医会 就是大家都有同一个方向 跟着上人的方向 就是以爱为管理 就是医人医病又医行 那希望说真的可以全程的投入 就去可以帮忙 就是服务或者是解决居民的问题 是非常感恩陈医师 以人医为典范为患者来拔除病痛 同时真的也是医病也要医行 再次感恩今天医师的分享 好 人医年会刚结束 印尼茨基医院的医护同仁 是为了要更深入了解茨基的使命 还有愿景 就随即前往了台北茨基医院取经 参观了各个角落 还有绿建筑特色 强调着环保人文精神 以及医疗重要性 此外呢 针对不同医疗专业团队 也是进行了分组学习 期待将所学成果带回印尼茨院 来自印尼亚加达茨基医院的医护团队 在年会结束后 就前来台北茨基医院进行交流与学习 护理师分享临床经验 让印尼的护理主管受益当多 第一是我们能够能够得到 在台北慈苑的帶領下 實地走訪了院區的各個角落 包含醫療門診 無水處理場等 深入了解院區特色 同時也強調環保 人文理念與醫療的重要性 這個過程在醫療人員 為什麼這麼重要 其實醫療人員 不是單純只有照顧病人 如何的去結合我們的人文 是很重要的 針對醫藥專業也幫助深入 了解各業務的細項分工 藥學部的話就是 在中醫藥局的這邊 我們給他介紹了 藥庫的行政流程 包括禁藥的時候要注意什麼 那藥品的安全上 我們會注意可能農藥殘留 重金屬的檢驗這些項目 這次參訪的18位印尼團隊成員 來自不同的醫療專業領域 透過走訪和扎實的課程分享 為遠道而來的團隊帶來豐富的收穫 大娛樂家被稱為馬戲之王 是2017年美國好萊塢一部歌舞劇的電影 故事講述美國馬戲團始祖生涯傳奇故事 馬來西亞吉隆坡子季國際學校中學部 第三年籌備音樂舞台劇 特別將電影改編成音樂舞台劇 讓吉隆坡的民眾能夠見證學生努力和心思 一連三晚總共三場的演出 吸引許多家長還有民眾的支持 售票後所得的款項全數捐作慈善用途 這幾個月的努力和經驗 也將化作學生們的養分 豐潤他們年輕的生命 到戶外觀賞蝴蝶 相信是不少人的童年回憶 可是這個記憶即將消失了嗎 今天國際關鍵字 蝴蝶滅絕危機就要看到 英國在今年夏季舉辦了蝴蝶數量調查活動 發現民眾在15分鐘之內 平均只能看到7隻蝴蝶 這個和去年的數字是 2隻是減少了將近一半 更是14年來最低 而蝴蝶面臨最大威脅 就是毒性過強的農藥 發現蝴蝶偏然飛過 孩子們都精神一震 因為這些曾經熟悉的身影 已經越來越罕見 英國蝴蝶保護組織 今年夏季舉辦了為期三週的蝴蝶數量調查活動 邀請民眾花15分鐘走進公園或田野 記錄看到的蝴蝶數量 結果顯示 參加活動的民眾平均只看到7隻蝴蝶 比去年的平均12隻減少了將近一半 這些蝴蝶從整個量的壓力 這些蝴蝶在下 這些就是土耳使用的改變 濃縮的濃縮 特別是用於蝴蝶 包括超級毒性的蝴蝶蝶蝴蝶 雖然新煙鹼類殺蟲劑在英國已被禁用 某些情況下卻能緊急豁免 蝴蝶保護組織準備向環境部請願落實禁令 才能避免孩子們在有生之年目睹蝴蝶絕跡 大愛新聞 江玉婷編譯 吃生菜沙拉裡面非常常見的一種菜叫做蝴蝶 現在還有了新的品種 這是科學家透過基因工程培育出一種叫做黃金蝴蝶 營養價值是目前市面上常見品種的30倍 從畫面上可以看到這種改良的黃金蝴蝶 長相相當特別 內部大部分是金黃色 而外部葉片則是綠色 除了有特別的氣味還有風味之外呢 它還含有巨量的β胡蘿蔔素 高達同類產品的30倍 而且這種β胡蘿蔔素 更是容易來被人體攜手 接著關心天氣數據 北部多雲午後短暫雷震雨 氣溫26到35度 降雨機率10%到30% 中部多雲午後短暫雷震雨 氣溫26到33度 降雨機率30%到60% 南部地區 南部地區 氣溫27到33度 降雨機率40%到70% 東半部 氣溫26到33度 降雨機率10%到30% 離島 氣溫27到32度 降雨機率10%到20%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愛早安新聞 感謝您的加入 我是林怡婷 我們明天見